600蛋币居然可以这样利用 真的太划算了吧 不会还有蛋蛋 利用官方送的现实蛋币 买墨镜 买皮肤 或者抽盲盒吧 那你就亏大了 今天花生我就来教大家 如何合理利用官方送的现实蛋币 不仅可以获得三款皮肤 三款配饰 还可以获得60彩虹币 但在这次和隔壁的商战 可以说受力的都是我们玩家 说白了他们闹得越厉害 我们玩家的福利越多 这次就直接送我们600蛋币 大家不要因为是现实蛋币 就急忙去换墨镜 皮肤 或者去抽盲盒 该蛋币1月11号之前 都是可以用的 首先我们直接用600蛋币 开通高级手册 手册满级之后 可以获得手册里的两款皮肤之外 还可以用手册经验兑换起鹅猩猩 看来刚毅是有小心思的 想让大家人手一个鹅猩猩 手册满级之后 未返还300蛋币和30彩虹币 你看啥也没干 现在到手就三个皮肤 是不是很划算 别急 接下来用这300蛋币去开暖冬打卡手册 解锁完之后 又会返还300蛋币外加30彩虹币 注意 这时候我们就有60个彩虹币了 还比之前多30个 而且已经不是现实蛋币了 如果有小号的玩家 可以将这300蛋币和60彩虹币 用来送给大号 那岂不是赚翻了 如果有多个小号的话 那刚毅不得哭死 你的娘娘真是个天才 或者将剩下的300蛋币 去开下个赛季的手册 那又获得了一款皮肤 当然也可以去兑换每日的彩虹礼包 都是非常划算的 但是 如果你已经花了这些现实蛋币 那你就偷偷哭吧 对